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双重身份真假恋情 究竟是谁在他们之间周旋 这个做法就让我觉得 真的好变态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偷心的贼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计划考 2012年的4月15号 在湖南省长沙市 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进了派出所 她要报警 她跟警察说 有人骗了她很多钱 而且那个人自称自己是个武警军官 来报案的姑娘叫小敏 她的警察说自己被人骗了 骗她的人还是一名武警军官 小敏进来打听了 她说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当然很不好意思不好讲 然后我们跟她做一份工作以后 把这个案情大事给我讲了一下 那时候只是想但是没有确定她是骗子 这还要从四个月之前说起 小敏是个公司的白领 月薪四千多元 这在长沙当地来讲 也算得上是比较高的收入水平了 然而 已经25岁的小敏 还是没有男朋友 越来越着急恋爱结婚的她 开始在家 开始在家婚恋网上寻找对象 不久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人 这个人自称33岁 是武警复营级军官 月收入一万多元 这些条件让小敏觉得很是满意 慢慢的两人在网上越聊越近 很快两个人就见了面 这个人一身武警制服 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 身材结实 相貌堂堂 给小敏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小敏说 在和这个人相处的过程中 这个人还曾对她十分体贴 小敏告诉皮警官 这个人还多次表明 自己是以结婚为目的 和她谈恋爱的 急于结婚的小敏 小敏很快就和这个人 发展到了热恋阶段 还和她发生了关系 可是不久小敏就发现 这个人很喜欢打牌赌钱 一旦输了钱 就向小敏借钱 小敏的表姐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曾经向小敏提出过质疑 如果一个男的真的喜欢你 他会让你的女朋友 十一二点钟 那么晚了还跑出来到处借钱吗 然后我们就说他 然后对面就特别的理解他 他说 他说都是跟领导一起在打牌 没有办法 这个男人的面子一定要撑下去的 后来这个人便经常 以各种理由向小敏借钱 向他借钱的数额 也在慢慢的增大 当小敏急着还同事钱的时候 曾经向他催过还钱 小敏说这个人已经总共向他借了一万多元 但是却一直没有归还 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小敏提供给警方这个人在婚恋网站上的注册名 手机号码等身份信息 还告诉皮警官 这个武警军官叫周石柱 又拿出了周石柱的几张照片 皮警官马上在全国公安网上进行了搜寻 很快周石柱的照片就出现在了屏幕上 可是这个周石柱和小敏所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我们把当事人请过来以后 就说你先确认是不是一个人 先确认编认下面遗事 我们的公安机关的编认的下面就是一组十二张 这边编冠上面摆在一起 也来编认 虽然警方搜出来的这个周石柱的照片是年轻时候的 但是小敏还是认出来 这就是那个借钱不还的周石柱 一个使用真名的人 为什么会明目张胆的诈骗呢 警方感到事情有些蹊跷 因为这个恋爱中的时候就说 男朋友跟女朋友有时候有借钱的这种可能 所以无法耽搁的话 可能就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皮警官叫小敏先回去 之后继续进行调查 可是没过几天 又一个女人来报案 同样说是一个武警军官 骗了她的钱 只不过这个人的名字叫周胜 报案的人是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 叫小兰 在另一家婚恋网上认识了周胜 周胜自称是武警军官 月收入一万元左右 出于对武警军官的信任和好感 很快小兰就决定和这个周胜见面了 当时小兰还在湖北的一家大学读书 为了这次见面 她特意从湖北坐火车赶到了湖南长沙 小兰说当时周胜开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去车站接她 又把她安顿在一家酒店住下 还陪她到风景区游玩 对她的照顾非常的周到 而周胜还曾讲起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她曾主动报名去抗震救灾 这一切都让小兰十分感动 不久小兰就把周胜带回了家 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小兰从此对周胜信任有加 快要开学的时候 小兰从家里拿了一万元的学费 交学费之前 担心自己拿着这么多钱不安全 她提出让周胜帮忙保管 没过几天 周胜突然来到了小兰的学校 对小兰说 自己打牌签了大量的赌债 让她借三万块钱给她 有个女孩子可能还是比较单纯 年龄小 马上又通过朋友 赶账借了 借了三万块钱过来 然后就在学校门口的 应该会员机上转账着 小兰开学了 因为要交学费 并向周胜索要那一万元学费 和她之前借的那三万块钱 她刚才跟我说 是说先叫我借家 罗业家 她说一个星期以后就还给我 然后每一个星期 都会拖一直拖一直拖 过了很长时间 周胜才把一万块钱还给她 学校交学费 急得不得了 因为三三五十 一天到晚打电话催她 早上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万块钱打不出 而当小兰再次向周胜索要那三万块钱的时候 周胜却突然从她的身边消失了 电话不接 QQ不理 发短信约见面更是绝无可能 因为这三万块钱 是小兰向同学借的 周胜的做法让小兰难以接受 我觉得她很伤心 而且我觉得我也对不起这个人了 来报案的小兰还向皮警官提供了一张周胜的照片 让皮警官感到惊讶的是 这个周胜居然长得和周世柱一个样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一问 小兰才回忆起 她曾经发现周胜武警制服的名字标牌上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周胜 另一个正是周世柱 她之前还问过周胜 周胜解释说周世柱是她的曾用名 这样看来 警方判断这个周胜就是周世柱 他们为何保持沉默 怎么也不肯讲 小兔三哭骗财骗色 神秘约会能否让她露出原形 偷心的贼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同时和两个女人保持恋爱关系 又同样向两个人借了很多钱之后不再归还 皮警官觉得周世柱诈骗的可能性更大了 那么这个周世柱到底是何取人也呢 她真的是一名武警军官吗 皮警官又找来的小敏了解情况 小敏说她曾经去周世柱所在的武警部队问过 周世柱的身份真的这么神秘吗 通过调查 办案的民警发现她还真在武警部队服过役 但是资料显示她已经退役了 为了进一步做出确认 皮警官马上和相关的武警部队取得了联系 我们就马上对相关部门进行的联合调查 落实确实没有这个 冒充军官确认无疑 然而这并不能就此推出 周世柱借钱不还就一定是诈骗 这到底是诈骗还是男女朋友间的经济纠纷呢 警方必须要想办法界定清楚 警方推测 如果周世柱是为了骗取钱财而在网上交友 那么他在网络上一定不止联系了一两个受害人 于是警方在网络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 周世柱至少同时还骗取了婚恋网上五六个女网友的信任 并且以同样的理由向他们骗财骗色 周某对他们的诈骗的手段 认识的途径方式方法基本一致 可是让民警们意想不到的是 当警方试图向这些受害人进一步调查被骗的情况时 除了报案的小敏和小兰之外 其他的受害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受了骗 更不愿意指认周世柱的诈骗行为 女性这个方面 我们讲这个安眠者或者说 这个保护意识太强 这个情况给警方办案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说服受害者 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 劝说一位叫小灰的受害者的过程 给办案人员皮静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同名聊聊感情情谊 给人讲了自己谈恨的恋爱或怎么样 一个人怎么回事 可能是不是你找了个像什么样的 有意识往这边是不是军警人员 他说你认识一个武器朋友 我有个朋友是不是姓周 妈妈妈妈好人都没靠 能够确定他这个算人 那我们就跟他表露什么呢 我当时讲起来可笑 我表露什么了他还不相信 我在办公室拿个笔记本 我说我穿着制服 我们视频你看一下 还不相信 我说我包着笔记本 在锁里面拽着你看一下 把警徽保派是锁里的孩子 都给你看一遍 有的只有这样才相信 通知他来他回来 最后他们很多人跟我们讲一句话 就说穿制服的片子人太深了 我们害怕话都不得了 经过大约一周的艰难调查 警方终于落实了所有受害人的被骗情况 并固定好了相关的证据 这个时候抓捕的时机到了 我们掌握的证据非常紮实 就是在他来之前 我们所有的辩认里都全部做过了 与此同时经过调查 警方还发现周诗柱在两年前就已经结婚了 他的妻子叫小丽 两个人还有一个刚刚出生四个月的女儿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暂时不接触小丽 考虑到周诗柱是一个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制定了一套相对稳妥的抓捕方案 考虑到受害人小敏对周诗柱比较了解 警方就让小敏在网上注册了一个新的网民 和周诗柱聊天 约他出来见面 很快周诗柱就决定和小敏约会了 小敏约了周诗柱在贺龙体育馆广场的一家餐厅见面 警方马上带着小敏赶到了约会地点 现在我们右手边啊 那个那个绿柱那儿 那东南西方那个 看着 看着 救护 把靠子放在口袋里别别拿出来 ik 9 5 这是 5 9 5 10 11 10 10 11 11 周氏柱到案之后 警方立即进行了审讯 周氏柱交代他退役之后 染上了赌博的恶行 平时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就产生了在婚恋网上 编造军官身份 骗财骗色的想法 周氏柱被抓之后 公安机关排除了团伙作案的可能 于是把周氏柱的真实情况 告诉了他的妻子小丽 原来小丽的经历 唯一不同的就是自己和周氏柱 正式结了婚 小丽说他是一个护士 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时候 也是通过一家婚恋网 认识了周氏柱 而周氏柱同样告诉小丽 自己是一名赴营级的武警军官 两个人见面之后不久 单纯的小丽就喜欢上了周氏柱 周氏柱就认为了像他这样的一个女儿子 就是说本身就比较单纯 在他面前的话 就是说表战自己的话 就很义愤挺保持的军人的 最有比较纯朴的特色 去散步的时候 如果的话遇到有些人的话 就是说感觉贼面索远 他盯着一个人的话 他就会有意的就跟小丽做牛门动 我就看一下这个人干什么 而且眼睛盯着别人看 好像而且的话 确实实际也重现了这样一个效果 看了这么多其他的那一个人的话 就说就直接就走开了 就没有得走 小丽说周氏柱对他照顾的十分周到 这让他很是感动 不仅如此 周氏柱还对小丽做出了许多承诺 如果小丽和他结婚 一定能让小丽过上好日子 为了验证周氏柱的军官身份 小丽曾经提出和周氏柱一起去他部队看一看 没多久 小丽就把周氏柱带回了自己的家 尽管家人认为周氏柱说话不靠谱 反对他俩在一起 但是小丽还是坚持着和周氏柱结了婚 因为小丽发现此时的他已经怀上了周氏柱的孩子 婚后周氏柱告诉小丽 自己已经从部队退役了 正在等待安置工作 还借走了小丽弟弟的黑色比亚迪轿车 说去拉黑车赚钱 小丽说周氏柱每天都出去拉黑车 但是却很少往家里拿钱 慢慢的小丽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不久在家照顾孩子的小丽 偶然发现周氏柱的手机里 出现了几个陌生女人的短信 那后来就是你还是有点怀疑 但是也没有什么真正实距 那后来什么时候知道 他是一个骗子 就是那时候动情的 打电话就叫我过去 然后就把情况移进了 那个情况就给我来整理一下 那时候就什么样的那种心情 没法询问 反正就指的是一种 什么长期 我们在采访周氏柱的时候 他说因为不希望让自己的家人看到自己 所以深深的埋下了头 周氏柱说 他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 一共骗了九个女人 而期间 有时他会同时和几个女人交往 一次 他刚刚安顿小兰住进了一家酒店 这个时候 另一个受害人小征打电话 让他去他那里聊天 于是周氏柱就赶去了小征的家 我走个急我就把电脑关了 我上了客户 那个客户没有下 他就把我都追上了 正好小征那边他也在上网 他就跟他聊上 他们两个各自报了姓名 也说跟我的事实的关系 都说了 那然后你怎么跟他来解释 没解释 我就问了相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任老板 小征后来匿忙 就没怎么跟我联系了 他我也是这么快讲的 他就是不啊 不上网 说起在一年的时间里 对九个女人骗财骗色 周氏柱颇有一帆得意 他总结出了自己骗取女人信任的心得体会 经过公安机关查时 周氏柱共骗取九名女士 财务共计六万多元 目前法院已经对周氏柱进行了判决 判决不下 一 被告了周氏柱 办诈骗队 判处有期处席四年 并处罚金人命币八万元 一年时间骗取九名女性 我想办那个军官证的话是多少钱呢 四百多万元 军官证如果纠查查的话能看出来吗 如果说不上别老的话查不出来 假身份 假正见 假感情 究竟谁是罪魁祸首 偷心的贼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周石柱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现在判决已经生效 周石柱已经开始服刑了 这起案件的审理到这就终结了 但是公安部门对此案的后续侦查还没有结束 周石柱叫的说 他的无警之福是之前服役时自己保留下来的 而警官证和奸业号牌全是他从火车站汽车站等地花钱买来的冒牌品 正是有了这些冒牌证件 才为周石柱这样的不法之徒提供了诈骗的便利 那么现在在那里还能买到这种假冒证件吗 记者决定去那里找一找 在长沙汽车南站 记者看到在公用电话亭比较明显的角落里 写着许多半证的电话 记者随机拨打了一个号码 接电话的人说他们可以办假的警官证 记者随机报了案 公安机关经过侦查 很快锁定了一个卖受假证的女人 经过长时间的蹲守 侦查员发现 这个人正在和一个来办证的人进行交易 相伴假证的嫌疑人抓获之后 这个女人声称自己只是接到老板的指令 来和顾客谈办证的价钱的 对办证的其他情况并不知情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案进行侦查 而让皮警官觉得具有讽刺意的是 在周始祖被抓了很长时间之后 他在很多婚恋网上编造的虚假信息 居然还堂而皇之地挂在那里 所以我当时应该是给几个网站发不出 而面对诈骗我们又该怎样防范呢 我们接下来听听周始祖自己的现身说法 该如何防范 刚刚侦办过周始祖案件的皮警官 有着一个特别简单而又有效的办法 像这个冒充军警罩片的话 英文有单位 这个是最好落实的 单位一查证就知道 我相信现在我们地方的通过114查询 相关部军单位电话 通过这个你像干部有干部部门 市民有军务部门 都能够查证落实这个人 是否有这个人 责对的事 其实像这种冒充军人警察 招摇撞骗的案件 我们见的不少了 那为什么这种骗子 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呢 像今天的案例当中 那些婚恋网站 在接受网友的注册登记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履行 自己的核查的义务呢 我们在恋爱交友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擦亮自己的眼睛 提高警惕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近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您再见